欢迎收看港澳区会善上安息学 让我们一起研究上帝圣言 我们进行一系列名为 生命记中的现代真理的研究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律法与恩典 我们先请采灵教师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 让我们可以是继续在线上 分享上帝的说话 让我们接触研究生命记 明白上帝的律法和恩典 求圣灵带领我们研究和学习 以上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 圣灵祈求 阿们 开始的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读 全心节 我不贵了上帝的恩 以若是藉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 本课我们将会去研究 律法与恩典的主题 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情景当中表达出来 但它确实是贯穿了整本的圣经 当然也包括生命记 生命记在独特的背景之下 呈现出律法与恩典的关系 我们将会去继续去研究 律法与上帝恩典之间 好像矛盾的互相的关系 恩典与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们在信徒的生活上当中 是如何去互相联系的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星期日的题目是 讲到天国的律法 是指什么呢 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 他的品格也是以爱为原则 也是说他的统治也是基于爱的原则来统治 为了让我们能够以爱作为一个回应 对上帝的回应 上帝就将我们创造成一个有道德的生灵 即是懂得有自由选择 懂得以爱来回应的生灵 如果懂得以爱来回应的生灵 即是说他有自由选择 有自由意志 懂得在爱中去爱上帝 他的爱是有自由的 所以上帝创造成这样的生灵 所以道德自由这个观念 这个核心是一个道德的律法 我们称之为道德律法 在香港我们看到一只麻雀 或者小白鹿 虫章仔也好 甚至是原子微粒 甚至是海浪的升降 他们都有一定程度上要守自然律法 大自然有一个自然界的律法 我们称之为自然律 但是他们不需要遵守 也不需要道德的律法 唯有有道德的生灵 懂得以爱来去爱另一个人 我们称之为他有自由选择去爱另一个人 他们这些生灵 就是我们称之为有道德生灵 他们就需要这个道德的律法 甚至是在天上面 我们称之为天国 或者在天上面上去创造 不仅仅地球 还有其他的世界 我们说有其他的生灵上去创造 就算其他生灵 甚至是天使 圣经有讲到有天使 他们也需要遵守这个道德的律法 我们试试来看一个圣经章节 在以西纪书二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刹出不意 因你贸易很多 就被强暴的事充满 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涉足圣地 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 遮掩欲怪的基督帕 我以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露食虎的章节说到 天上的一位天使像 他的名字叫露食虎 这里说到露食虎的堕落 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什么 圣经说 不仪和犯罪 以西纪先知 他以天国作为一个背景 或者天上作为一个背景 来使用一些词句 来揭露或者揭示 在天上也有一个道德律法 是需要遵守或者存在在天上 不义和犯罪这两个词 通常是用在人类的生活中 但圣经却是用它来描述在天上发生的事 而天上面所有的生灵 原来都是常理创造的 常理不仅创造这个地球 他还有宇宙间还有其他地方 有不同的生灵 天使是其中一部分 在天上面或者地上面也好 因为常理所创造的生灵 是有爱的 有自由选择 我们称之为有道德律法 他们要遵守 所以道德律法是存在的 无论是天上面 地上面也好 如果常理创造有道德律法的生灵 他们就必须遵守这个道德律法 只能够生存 只能够在这个道德律法管轄之下 只能够维持一个很和谐的 上帝创造了有道德的生灵 在天上面也有律法给他们遵守 而在地上面 上帝也想我们遵守他的律法 我们一起看看 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来到加南的边境 他们要去承受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加南美地 生灵记 正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夺取土地之前 对他们所发出的最后指示 而在这些指示当中 就有信服的明明 是的 我们一起阅读这个下列的经文 请大家留意一下在这些经文当中 反复出现什么教导 为什么这一点对百姓来说是这么重要呢 生灵记四章四十四至四十五节 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所传给他们的法道 律例典章 生灵记二十八章五十八节 这书上所写 律法的一切华是叫你敬畏耶华 你上帝可荣可为的名 生灵记三十一章十二节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 并成女寄居的 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 好敬畏耶华你们的上帝 紧守遵行者律法的一切华 在生灵记三十二章四十六节又说 我今天所警告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紧守遵行者律法上的华 即使是走马汉花 我们都能从生灵记读出这个 顺从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 是多么重要 在本质上来说 这个是他们对弱的义务 上帝已经为他们成就了这么多事 而且继续是这样做 这些都是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的 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不配得 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将我们不配得的 是给了我们的 而上帝所期望的回应 就是我们顺从他的律法 如今也是一样 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们 而我们的回应就是要顺从律法 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过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没错 当我们爱上帝 就会遵守上帝的命令 接着我们一起看看 那些去找很多理由去拒绝圣经的怀疑论者 他们经常拿着救药当中 上帝所说的一些强烈的话语 他们认为救药的上帝是严厉的 怀恨的 心胸狹窄的 他们与耶稣生日的耶稣所表达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觉得 耶稣是一个怜悯人 帮助人 爱人的神 所以他们觉得 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 所呈现的不一样 但是在救药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反反复复的出现的这位上帝 他不单止是爱他的子民 以色列人 更加上帝是很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们 在生命记当中 这一种的爱 这种上帝的爱 就很深刻地描述了出来 是的 在生命记的十章一到五节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没有放弃他们 上帝爱他们 在以色列人犯罪之下 上帝仍然爱他们 我们看看 当以色列人犯了很大的罪 当上帝在摩西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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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摩西在路之下就摔碎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后来我们又看到 上帝怎样做呢? 上帝没有丢弃这帮意识人 上帝是翻副摩西,重新再作出两块石板 圣经描述说要和先前的一样 然后上帝再将十件写在石板上交给他们 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是 上帝已经要恕他们 之后上帝有什么要求呢? 上帝的要求非常明确 上帝爱他们,要恕他们,给他们机会 但是上帝是有要求的 这个要求非常明确 就是在《生命记》的十章十二节 一直到十五节我们一起看 意思是,现在耶和华 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 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遵守他的戒命律来 就是我今天所翻覆你的 唯要叫你得福 看啊,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 都属耶和华,你的上帝 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从万万中拣选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像今天一样 尽力对以色人的爱和恩慈 从这个智女行间里面 已经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流泪 特别是在十二、十三节里面 摩西用了很长的字句 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经文说 我耶和华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遵行我的道 爱我,侍奉我 遵守我的计命 唯要叫你得福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出有一个遗人的称号 遗人称齐,你 在希伯来文 原文里面 使用了单数的形式 就是一个人的单数的形式 你 虽然上帝对整个以色民族说话 但是整体的好位 取决于每一个个体的总和 所以每一个个体 你是非常重要 上帝是借着摩西 是被以色人 逐个的以色人 每一个的以色人 这样的吩咐 很重要 上帝是采取了个别的 一对一的方式 来向这帮以色民众 来说话 我们不要忘记在十三节的结尾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遵守这些翻乎 唯要叫你得福 就是说 当以色人遵守上帝的命令 信重的时候 这样做 只能对他们得到最大的益处 是以色人 如果他们遵守上帝的吩咐 他们就要得福 他们得到最好的益处 上帝创造他们 又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 好像爸爸妈妈那样 知道杀老哥 当他小时候 父母最清楚杀老哥的需要是什么 上帝也是知道以色人最需要的 亦都很甘心情愿来到他们 将他们所需要的 是给他们的 信服上帝的律法 简守他的十节 对以色人来说 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律法可以比喻上一个尼巴 或者是一个保护场 是一个保护来的 当上帝儿女 上帝子民在这个保护场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会面受一切的视察 一切的参害毁灭 简单来说 因着上帝的爱 上帝将他的律法 是赐给他们 当他们信从上帝的律法 他们就能够得福 没错 当他们进行上帝的律法 他们就会得福 有一个主题 在生命记当中不断的出现 而沃华将他的子民 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 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 上帝就用大能的手 或伸出来的傍备 并大而可谓的事 与神迹其事 领他们出了埃及 是的 实际上 整个旧约 都是将出埃及记的故事 当作彰显上帝 救赎大能的范例 在上帝的恩典 以色列人 得以从埃及人的奴役 和压迫当中解放出来 就如《弥加书6章4》那里说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拧出来 重作奴彭之家救赎你 甚至在新约 也有同样的观点 以色列人因上帝的大能 得以脱离埃及 成了基督女恩信得救的预表 希伯来书11章29节 那里有说 他们恩着信 过红海如行干地 埃及人 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在生命纪5章当中 摩西在这里 再重新的律法 就是十戒 就是他们与耶和华立约的基础 在生命纪5章6节 上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上帝在这里就说明了 要他们守约的原因 就是因为上帝曾经拯救了他们 之后 才在生命纪5章7-20节 讲明了十戒的内容 请我们大家都留意下 第四阶 这个十条戒命第四阶 列出的理由 这个戒命 点揭示了 律法和恩典的本质 摩西重新了 要守第七日安施日的戒命 不过他还额外强调 就是除了在插一及记中 那刻在石板上的戒命 摩西在这里再加上了这个基础的延伸 守安施日不止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创造 亦是为了纪念梦主拯救脱离埃及 上帝的恩典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他们脱离劳苦得享安息 如今为了回应上帝所赐的恩典 他们应该将这个恩典带给更多的人 说来第七日安施日 不单止是要创造有力的象征 亦是够属于恩典的明显标志 在这一日 家里每一个鞋童、瀑鼻、牲畜 甚至寄居的客类 亦都可以得享安息 安息日将刺及犹太人的恩典 是要违及其他人的 甚至是那些性弱以外的人 那这一条戒命 处在上帝律法的核心位置 上帝施恩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都要推己及人的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 是的 基督教信仰以及所有圣经信仰的核心 其实就是恩信清义这个伟大的主题 我们一起看一下 《罗马书》四章三节 阿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 我们一起再继续看一下 《生命纪》九章四至六节 耶和华 你的上帝将这些国民 从你面前拈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将我领尽来 得这地是因我的义 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义 耶和华 你的上帝 将他们从你面前拈出以后 又因耶和华 要坚定他 向你列祖 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喜世所应许的话 你当知道 耶和华 你上帝将这美地赐你为业 并不是因你的义 你本是硬着颈看的八成 在一段经文当中 摩西说 上帝将这个美地赐给他们为业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 是的 摩西在这里 对百姓说明 很明显的 就是说 上帝对不配的人是因典 是上帝对他们的因典 以此人进入这个家园地 原本他们是不配的 不是因为他们的义 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这个家园地 是因为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恩典 使他们可以进入 保罗在《提摩提》 后书一章九诀 也这样教导人 这样说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女 刺给我们的 若果这个恩典 在万古之先 就刺给我们 当然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的缘故 是因为上帝的慈爱 是吗 万古之先 上帝已经有计划 要刺给我们 毕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上帝恩典 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拯救了我们 今天我们将他的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记得上他的律法 他的律法就是爱的律 我们即将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 来检守他的律法 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本上面 意思就是要将他的律法 变成属于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原则 这样才是真正的 是受到上帝的律法 没错 我们也是时刻的 遵行上帝给我们的律法 我们爱上帝 让我们都能够透过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律法 我们就得着福气 今天很感谢两位牧者和我们分享 今天我们来到总结这里 我们用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万物都是值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值着他造的 这个经文就是说 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 创造了两万亿个的星系 每一个的星系有一千亿火的行星 之后上帝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就虚忌 成了一个小BB 来到这个微小的地球上面 去度过他无罪的一生 然后这位的主耶稣 他就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因为罪恶 所当要受罚的这个刑罚 使我们得到永生的应许 摆在我们的面前 就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真理 就是道成欲生 主耶稣的恩典 充充满满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个恩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 祂的牺牲赐给我们 这样上帝要我们做些什么去回应呢? 回应上帝这份的恩典呢? 原意我们也是以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作为回应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上帝 仅受他的戒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今课的学课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课的主题就是 简选生命 结束之前请郑牧师做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谈我们祷告 只为你天父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的所有都属于你 唯有你 只是我们的创造主 你甚至在万古之先 就按着你的旨意和恩典 将教恩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祈求你 就将你的爱的律法 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赐下圣灵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救度 过一个荣耀你的一生 祷告奉耶稣圣灵 阿们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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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